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王炳生 我来讲个风格是只讲干货不说废话 之前有学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谈谈商官 其实之前讲过正义 讲过偏义 其实商官其实是比较凶的一颗心 他们就知道商官见官为祸百端嘛 但是商官也有好的特征 商官的这个人就是他比较有才华 他的口才比较好 学习能力比较强 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强 这些商官就像一个少年一样敢于挑战一切 敢于学习一切 能够适应一切 但是呢 比较好的 不好的一点就是他们说的 就夸夸其谈 容易任性 傲慢 情绪也不是很稳定 今天这样想 明天那样想 容易怼人 就这个意思 容易有口舌是非 那么商官怎么克制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修心 从命理学的角度来讲 就是商官要配音 或者是商官要生财 商官配音呢 我们下节课来讲 就是把商官的这种凶性 放到这种学习上呀 学术上呀 创新上等等 这就是商官配音 那么商官生财呢 就是把你的这种聪明才华 不是夸夸其谈去挑战别人 而是用在去赚钱上 所以商官生财的人 往往做生意啊 搞投资啊 这种人比较多 而且这种人呢 咱们讲过这种马云的靶子 其实他就兼有商官配音 商官生财的特征 可是你看这个马云 以前当我老师 后来发大财 后来又退休 退休之后呢 又说又要去当老师 喜欢变成马老师 他就是同时有商官配音和商官生财的这种特性 那么从商官生财的角度来讲 这种人呢 就是见人三分笑 对精英有独特的见解 如果日主在通根呢 事业心很强 赚钱野心大 不好的呢 咱们说 喜欢拍马屁 说别人喜欢听的话 从好的角度来讲 有他说什么话都能够说到你的心里去 让你心服口服 咱们看马人的演讲 就是这样 他之前到处想完去演讲 年轻人 很多人都喜欢听他的演讲 他总是能够把话说到我们的心里去 让我们激昂澎湃 让他的员工去给他卖命 就是商官生财的特性 当然 商官生财的这种格局呢 他容易有一些问题 就是碰到这种食神的这种大人流年 云有灾 为什么 因为商官已经生财了 如果再见商官的话 还是商官生财 没有问题 但是见到食神就不太一样了 这就是食商混杂 食商人家混杂以后 我们就是不清纯 不清纯就容易多想 想的就比较多 容易走弯路 容易这种贪赃亡法 而且比如说 食商人家混杂之后 可能想着这个又想着那个 啥都想干 可能就会投资过大 而有所损失 所以说 任何样的一个凶神恶杀 都可以得到制服 但是被制服了之后 他也怕某些东西来破格 一旦破格了之后 那么他会再遇到一些不好的 一些凶险的事情 所以说就像我们的命运一样 他总是高低起伏的 好了这节课 关于这个相关生态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